大家都來聽 真的 你會就是吼一吼吼一吼你就覺得 可是他歌很輕鬆耶 好剪掉喔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是沈陽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兩位很可愛的來賓 我們的夫婦之道的 阿凱跟李歐 哈囉我們是夫婦之道 我是阿凱 我是李歐 那為什麼今天會邀請他們來這裡呢 我最近有一首單曲要發叫 Love This 然後我就寫了一系列的四封情書的內容 然後這些內容就是比較跟我們統治LGBTQ 跟我們有關係 對 跟你們有關係 所以我就想說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些故事 情書是你自己寫的嗎 對 其實是我分享一些我個人的故事 跟我的一些粉絲跟我分享的故事要改變的 欸我先跟大家說這四封情書就是淡淡的 短短的 但是你會覺得內心非常非常的 有感覺到真切嗎 就是你有 你有把自己投射在裡面耶 對 我其實是有 所以我就想說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真的有感受到 我讀到第一封的時候我就有一點覺得說 蛤 感覺好像是一件無法說出口的那種感覺 對 你們有這種經驗嗎以前 喔 很長啊 尤其是喜歡上異性戀的時候 對 對 對我們來講那叫異男旺啊 所以你有曾經 有 我就跟他告白我還發了整封簡訊寫了滿滿的字 有 因為那個年代只能用 簡訊 對 還有很節省 可是他下一封就有一個句點不行 對 因為到下一封的話就會要多上五塊錢的費用 傳過去給他之後他就指揮我說我沒辦法 好節省的經驗 喔 好煩 你真的有寫過情書給別人嗎 我真的有寫過耶 我是那種開頭的時候會寫那種很詩詞 然後重複兩句 我想見你 想見你 在演講比賽嗎 不是啦 這邊演講比賽要重複三字題嗎 因為你重複說你很重視這件事情 我一幫人家寫過情書耶 那你有收錢嗎 欸 我 哇 算我不要講這個故事 我就幫我那個朋友寫情書 然後他就說我不會寫 幫我寫給他 一個女生他就說要寫給他男朋友 我說好 我幫你寫 然後他男朋友拿起來他就說 這是怎樣幫你寫 後來我就發現不行 因為我都會習慣抬頭重複兩字 我真的覺得一個手法 各位同學如果你要寫情書 但不會就上網查 應該會有什麼情書教學網站 對對對 之類的 那種SOP 但不要請朋友寫 那你收過情書嗎 我想 欸 我小時候收過耶 很小 後來長大就沒有了 你說媽媽寫給你 不是 沒有那麼小 還是幼稚園隔壁班同學 就是以前在國小的時候 有一次我在整理抽屜 然後不然我們在最底 就塞了給人家垃圾的東西 你說還可以揉著 也沒有 他就這樣塞在很裡面 很怕我看到 就讓我這是什麼 然後拿出來就看到 那人叫Berry Berry 還有很時髦 很Fashion 的名字 他就說我喜歡你 然後還寫注音 然後寫我的名字 然後寫我的名字 那時候還拿起來說這是誰啊 Oh my god 我覺得我後來的時候 不知道請書應該是因為這個魔咒 然後訓導主要從門口走進來 我訓導主要從門口走進來 Oh my god 欸 你知道阿凱用網子面 跟人家告白過嗎 真的假的 國小啊沒有時候還是喜歡女生 就是還不知道自己的性情 還在摸索這段 然後就把那個女生 約去地下室 然後我就拿 你要幹嘛 我就把科學片 我就把科學片在他面前搂了 然後走掉這段 就這樣 就往他身上那邊丟過去 然後 想說我丟完之後 把它摔摔的 然後說什麼 這包科學片代表我對你的心 終於是我科學片 整個往他臉上砸 他大生氣 那半夜那樣都沒有跟我講過話吧 我覺得這是超NG的告白 好我們現在 你現在示範了Berrygay的告白方式 那你會先跟人家提 還是你會逼到對方 我會先跟人家提 他都交超久耶 他會說超久的原因是 因為他沒有認超過三個月 喔哇 以前呢 都比試用期還短的那種 那我已經試一年半了 喔真的喔 那待會兒我是真的很合 可能也是年紀大的吧 覺得要安定一下 要安定一下 所以你就把它變成你的歌 對啊 其實這首歌在寫 每一段戀情都很像在自我殘殺 就是因為你跟那個人相屬 你就等於把一部分的自己 建立在他的身上 就他感覺很像你的身上的一小塊細胞 漸漸不見的那種感覺 對啊 假如我現在談了一個新的戀情 然後我就會想到 替他到時候分手 你為什麼想 那代表說那個人就是錯誤的人 不是就是因為知道這個人很對 然後你就會害怕 那天啊如果要分手我就會難過死 可是我跟你講感情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因為他曾經有一次跟我提過分手 那個當下然後他就說 然後我要離開了 然後就甩子那種 然後我就內心我就崩潰大 抱著我們家那一隻貓 我就跟他說 我前兩任分手你也在 前兩任分手你也在 前兩任分手你也在 最後你不會離開我 那時候心好痛喔 就是有這種像你剛剛說的 細胞被剝裂那種感覺 但是為什麼我說感情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為我就畫悲憤為力量 我就立馬就是拿著手機 然後就衝出去要追他 找他 這才是臉出去內容吧 你也會吧 我沒有這樣子過欸 我以前是 喔好你要走你走啊 走 門在那邊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 那你講完就後悔了 應該是一後來 你什麼星座啊 你叛逆欸 好雙魚 這顆星座跟檸檬 我不知道 最討厭這種人 一起來是說 喔牧羊 你媽沒有研究你問屁啊 假設把愛形容成海的話 我後來就決定 我就在那個海面飛就好了 不要去碰愛嗎 對 我那個時候在寫的時候 在公司有戀愛你是不是 沒有沒有 沒有 我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應該這輩子不會再談戀愛 你先準備好自己 先把小雀這樣拿掉 我現在是個柔軟的上邊鏡 好很棒 Turing down的概念 柔軟的下邊鏡還是會傷到人 你說這樣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現在跟你爭吵 你可能就不會說 交出什麼好你走你走 欸我不會有跟他溝通 短期的感情又短期感情的成長 長期的就不一樣 長期的就不一樣 我覺得你就先三四的後期 真的嗎 我剛剛說就是愛情的美度 對 蠻美的 Love is cute me 但你們生活應該算是在契合的吧 沒有啊 完全不契合 真的假的 因為其實剛開始教我很多人覺得說 我們很容易就分手 因為我的個性非常的急躁 然後我非常的理性 因為我之前學公安廣告的 阿凱是文學系 他是個浪漫詩人 然後他誰 他很慢 他各種都很慢 他非常的佛系 因為我們像我們youtuber 我們可能要下封面或標題 可能要下比較聰動一點 他可能說要下什麼 如果沒有你的明天 誰要看如果沒有你的明天啊 誰想看這種鬼故事 那我會寫這課 幸好他不是你們公司的人 不然你們歌名就會改為 殺死我的愛情 喔這樣多好啊 那你憂鬱的時候寫這課 不會越寫心情越不好嗎 不會啊他在跟自己和解啊 對我覺得是要把東西寫出來 就好像我們分手的時候 很難過會聽一些難過的歌 就覺得喔他寫我自己 哭一下 然後就會感覺好像有好一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讓自己發泄 然後往前進的一個方法 其實這個歌啊 一開始看你會覺得說 可能跟LGBT有關 雖然在談感情這件事情上面 LGBT族群會比較辛苦一點 原因是因為他 還要在面臨自己的自我認同 然後還有跟對方 愛上家裡出櫃 或是跟自己家裡出櫃 等等的過程 甚至反而愛上異男 愛上異女等等的過程 但其實感情這件事情 是不分異同 異性的同性的都一樣 都一樣會受傷 都一樣會有 過在家裡的時候 我覺得感情混合的問題 每個人都會經歷過 對啊 大家都來聽 真的 如果你在失戀拜託你來聽 你會就是吼一吼 你就覺得 就會好一點 好一點 真的 可是他歌很輕柔欸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是英文那一首歌 好剪掉喔 不好意思 留著 留著 我們放開頭 對啊這次是整個是用鋼琴的 輕輕的 因為我覺得要講愛 我喜歡輕柔的 輕描淡寫 然後不想太 芭樂的那種寫 你覺得誰是芭樂的愛情 那一陣子就是你問我們有沒有猶豫的過程 我那陣子我整個陷入到一個 因為我們的粉專畢竟是公開的 然後我們一直呼籲大家說要出來投公投票 然後哪些要投政治支持哪一投反對 那一天公投完一結束 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說有700多萬票的人叫你去死 有700萬多票的人叫童新人滾出這個台灣 然後各式各樣的傷害 就是都在那個下面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們真的該死嗎 我們為什麼只是想要結婚 而且我們要的不是說超出於異性戀 就並不是說我們要的比他更多 我們只是要一個大家都擁有的權利 我就一直跟他哭 然後一直覺得我好難過 然後我就跟他說好 我們回家開直播 因為我跟他說一定會有更多人跟你有一樣的心情 那如果說這樣子不如我們大家就開個直播聊聊 規矩 搞不好還可以稍微 那一天有怎麼幾500多個人 這我們首次開直播超多人在線上 就是每個人就說就是我們一起哭吧 哭過 而且出乎意料的是很多不是同性戀的朋友 很多爸爸媽媽 他們會在直播裡面安慰我們說不用擔心 但確實像同婚一年 有很多人會慢慢發現說他們當初害怕的東西 其實根本沒有發生 沒有什麼台灣變成愛之導 或是你今天反而去顧我敲一想 隔天大家就會變同性戀 沒有啊你們也還是喜歡女生想男生 台灣雖然同婚同過但其實還有很多事要做 對 像性平教育或是跨國婚姻或是同志家庭的子女侵權的問題 我覺得性平教育最重要的一點是因為 這段過程當中你真的看到很多學校的學生 通過各種方式的離開這個世界 但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他去指教會你如何去尊重跟你不一樣的一些性格 對互相尊重 對 而且假設真的有這樣做完之後 是不是我們在面對愛情的時候 或許我們跟一新年告白 他也不至於會突然消失或什麼 而是會好好的不愛就好好的說 不會誤會 因為裡面包含一個情感教育 不是每個人天生下人就說我很會愛一個人 每個人的愛都是從痛學習來的 要練習 對阿就是愛就是要練習的 所以其實情感教育也很重要 我們看到我手上有一把吉他 因為我們準備要來 葉配他 超難得邀請到夫婦 我們要一起唱一首歌 Maya第一次唱 而且你們今天穿這樣 對啊 想到一首歌 很應景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唱彩虹 這首歌真的是陪伴很多很多人 真的耶 因為他裡面有一句就是都因男人而受傷 對 沒關係我寫一首 畢竟我最有空去 那不是 新的歌出來了 新的歌 直接讓他有新的歌很棒 好棒 我又繼續碰撞 當天空 不行我上得去 你繼續彈 我上得去 我可以 當天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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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록 你把七肩爬的床 是我親熟的地方 把你哭著到天亮 等待幸福的厨房 那次情人节晚餐 却是我陪着你唱 你会不算太快 唱着你的天堂 让欢迎我分享 我们的爱分享 都因男人而受伤 却又继续碰撞 当天空昏暗 当气温时长 你用巨大的坚强 终能抵挡 当尖锐眼光 当气爱声响 你用彩虹的浪漫 温柔包装 你用彩虹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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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趴 谢谢夫夫今天来到贵宝地 我刚才说你的走音啊 我觉得还好 我是觉得有潜力 你好会讲话 要考虑我就要帮你做一个歌 不行啦付不起钱 因为我们价钱好看 他刚才有很努力弹很大声 所以我有压过我的走音 走音 他就是眼神瞄到底要不要唱这个 你又来了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